即便用现代眼光来看,他们的记忆之精湛,结构之复杂,都令人大为惊叹。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大航海时代,跟随这些历史名传,再次扬帆起航吧。 第十五位,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 皇家海军胜利号于1765年完工并首次下水,是为英国海军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剑,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舰之一,它被归类为一级战列舰, 以战斗力做类比的话,相当于现在的超级无味号。 胜利号是木质帆船的登峰造极之作,它的背后是六千棵大树, 以及一百五十名工人历经七年时间打磨的心血。 如今,它早已退下戎装,停泊在英国普斯茅斯港,隶属皇家海军博物馆管辖。 截止到2023年,已有245年之久,是仍在服役的最古老的军舰。 胜利号全长69米,装有102门大炮,船上还能储存120吨炮弹, 搭载850名船员,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1节。 这些配置使其成为无往不胜,吃成海洋的顶级战舰。 在前35年中,胜利号先后打过好几次胜仗,地位逐渐巩固。 到1805年,特拉法加尔海战时,更是作为纳尔逊勋爵的战舰, 拿下了对抗法国海军最重要的一战。 尽管船只受损严重,但英国民众强烈抗议将其凿沉。 在经过全面修复之后,胜利号又以全新的面貌再次和公众见面了。 第十四位,维京长船。 来自斯堪迪纳维亚和冰岛的维京人,是一群犹豫在北欧的交汉种族。 他们一路远征,对欧洲各国大肆掠夺,谱写了维京时代的兴衰与传奇。 不过,他们的侵略版图实际上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大。 所以新证据表明,就连北美洲都有他们的足迹。 是什么让维京人如此强大呢? 答案不仅仅是坚定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气, 还有他们出色的航海技术和造船能力。 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维京人就学会使用木板来建造小船。 随着经年累月的实战和改进,逐渐确立了长船的概念。 每个设计师和造船厂商都有自己的偏好。 作为材料也是因地制宜。 比如,木板制成的多为本土使用。 挪威和瑞典建造的长船是用松木制成的, 丹麦产的则多用橡木。 按照不同的形状,长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但船手均以龙头雕像作为标志。 船体修长,装饰华丽, 中间树立一只巨型的桅杆,挂有方形的风帆, 移动起来灵活轻快,可以经受住各种恶劣的天气。 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船只可以与之抗衡。 有文献记载,维京人会开着长船乘风破浪, 同风暴一同抵达,一番劫掠之后, 再趁着夜色消失于茫茫大海。 即便在今天看来,维京长船都属于技术流, 不仅高效而且先进。 因此,不少设计理念仍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造船行业。 阿基米德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他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最优秀的科学家。 他的不少创造发明都为保家卫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不过,公元前240年,一个全新的挑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当时正值西伦二世加冕国王不久, 宏图大致的他,想要建造一艘可以横渡地中海的超大型货船。 于是便想到了精通机械科学的阿基米德, 委任其代为设计。 虽然具体细节无从知晓, 但据史料记载, 这艘超级巨舰及当时所有先进科学于一身。 船长55米,宽14米, 能够运载多达1800吨的货物和近2000名乘客。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惊人发明。 船内空间极为宽敞,设施豪华, 不仅有阅览室、图书馆、带热水的浴室, 甚至还有一个室内花园和献给阿富罗迪迪的神庙。 到处都是马赛克和由象牙大理石制成的装饰品, 精美奢华程度堪比泰坦尼克号。 要说他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尺寸实在是太大了, 无法停靠在西西底岛的任何一个港口, 因此希拉库扎号的处女秀也成为了他唯一的一次远航。 在史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口后, 被作为礼物赠予了当时的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 第十二位,飞云号。 唐纳·麦凯是美国著名的船舶设计师, 眼前这艘高大宏伟的三维帆船飞云号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自1851年首次下水以来, 飞云号创造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航行记录。 飞云号船体最大长度69米, 行宽12.7米, 是一种专门设计用于快速运载货物的飞碱船。 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正值第一轮淘金热, 一个普遍困扰他们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有价值的货物运往该国的其他城市。 从纽约到旧金山,绕行荷恩角, 总计26000公里的航程, 一艘标准船只大约需要200天才能完成, 而刚建成不到六周的飞云号, 却奇迹般的只用了不到90天。 三年后, 他再次打破之前的记录, 用时又缩短了13个小时。 这项令人惊叹的航海新记录, 就这样一直保持了135年, 直到1989年才被一艘采取了突破性设计的单维帆船打破。 当然, 1914年巴纳瓦运河开通以后, 开普敦周围的航线不再用于商业用途, 但飞云号所保持的速度记录仍是无法复制的非凡成就。 第十一位, 无奖座战船。 迪奥尼修一世被认为是最早实验多奖座战船的人。 公元前四世纪, 迦太基是地中海著名的海上强国。 为了对抗该国的舰队支援西西里作战, 罗马海军开始了大规模仿造和扩建的过程。 他们将缴获得来的三层桨战舰改良升级为五桨座战舰。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 该船型一直都是最强大的战舰类型。 五桨座战舰也称五人船, 船内三层桨分为五人一组, 上面两层每两人划动一支桨, 而下面一层则有一人拉动, 全部桨手都位于甲板之下。 三层桨战舰的船员至少有200名, 划桨手约170名, 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弓箭手和标枪手等等。 而五层桨是它的扩大板, 五个人划三根桨, 船的尺寸也更大, 船长大约45米, 宽4米, 可以储存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登船桥。 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 罗马海军的五层桨战舰有300名奖手, 120名士兵, 还有50名水手, 这些奖手是舰队的中坚力量, 也为罗马赢得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十位, 郑和宝船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未停止, 早在唐朝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了, 到了明朝1405年至1433年期间, 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 拜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远至东非和中东, 创下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虽然明史并未对郑和出海的动机 做出明确的记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中国人没有势强凌弱, 而是将大量的财富带到了印度洋的沿岸国家, 向世界宣扬大名威德。 作为回报, 明成祖朱棣也希望他们能够效忠中国, 并将奇珍异宝交由郑和带回来。 很多中外文献都对郑和宝船的庞大规模 和满载的名贵货物, 有着近乎神话般的描写。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学界普遍认为,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 共建造了62艘长135米宽55米的大船, 率领士族近28000人, 另有200艘军舰和小型的补给船。 无论是船队规模、船员人数还是航行时间, 都堪称是古代航海远征之罪。 当然,下西洋的路也并非只有师和远方, 枪炮与交战也是不可避免的。 郑和船队既打击过斯里兰卡西兰山国 亚列苦奈尔的统治, 也消灭过篡夺王位的苏门达腊君主苏干拉, 在展示大国军事实力的同时, 也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第九位,埃及太阳神船 同为四大谷国, 埃及凭借其独有的墓葬习俗 成为最令考古学家着迷的国家之一。 1954年, 一位研究人员在吉萨金字塔群的 胡夫大金字塔脚下 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一个深坑里埋葬了大量的木板和零件。 经过比对分析发现, 这些都是埃及胡夫太阳船的碎片, 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经过多年努力, 考古人员终于将船完整组装起来, 全长43米, 宽6米, 是一艘标注的全尺寸船。 更令人惊讶的是, 整艘船的保存状况非常好, 即使现在把它们放入河里, 都依然可以浮起来, 而且该船有过下水的痕迹, 说明当时很有可能是胡夫的朝圣船, 并作为墓葬物品供来世使用。 现在这艘太阳船, 在吉萨金字塔群的一个专门建造的博物馆里, 向公众展示。 第八位, 圣玛利亚号 虽说最先踏上美洲的一定另有其人, 甚至从欧洲前往美洲大陆的第一人也不是他, 但不可否认,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与此同时, 与他一起见证伟大时刻的船队, 也颇具几分传奇的色彩。 哥伦布的船队中共有三艘船, 其中圣玛利亚号是旗舰, 哥伦布航行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艘船上渡过。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圣玛利亚号大有来头, 但其实它既不大, 也没有显赫的背景。 整艘船长19米, 宽5.5米, 有三根桅杆, 它还是一艘二手商船, 原本并非为探险而设计。 哥伦布将其买回后, 按需要进行了改装, 完美地融合了坚固、 轻便和灵活的特点, 还能拖着另外两艘小船穿越大西洋。 当然, 哥伦布并未依靠圣玛利亚号到达美洲, 而是到达了现在的海地, 并获得大量的黄金之后, 发现船只不幸搁浅。 为避免印第安人袭击船员, 哥伦布决定将这艘船的木材, 用于建造一个临时堡垒, 直到今天, 沉船猎人们还在努力地搜索这艘名船的残骸。 第七位, 朝鲜龟船 这艘外观不寻常的船只, 在15到19世纪曾被朝鲜军队所使用。 船的上半部分包覆着六角形的甲片, 形似乌龟, 所以被称为龟船或蒙冲。 几个世纪以来, 龟船的造型历经过多次改进, 但平均都有30米长、 9米宽, 由80名讲手推动船只在水中前进。 除了一队船帆之外, 船上还有一个可以容纳50名士兵的船舱, 两侧各有11个炮口, 船手树立的龙头还能够散发出硫磺气体, 以此扰乱敌人的舰队阵型。 另外, 封闭的甲板还能够有效地保护讲手, 免受弓箭的射击和火力的伤害, 同时防止敌人企图登船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 16世纪时, 朝鲜军队能够做到屡次击败日军, 取得海上大捷, 龟船的作用功不可没。 第六位, 内米船。 卡利古拉是罗马帝国的第三位军主, 也是公认的典型暴君和昏君。 他神话王权, 暴力残忍, 为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可以不计成本, 不惜代价。 在公元37年至41年间, 建立了极其恐怖的统治。 他曾下令建造两艘名为内米船的船只。 虽然具体用途不明, 但两艘船的残骸直到1929年才在意大利的内米湖被找到, 打捞上来时发现船内藏有大量的西式文物。 可惜的是, 湖泊本身的面积仅有1.67平方公里, 但这两艘船太大了, 无法将它们运送到其他水域,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毁于德军之手。 两艘船都是用罗马维特鲁威方法建造的, 先造一个外壳, 然后在其顶部建造船的其他部分。 两艘船分别长70米和73米, 装饰有大理石马赛克和镀金的铜顶瓦片。 研究还发现, 为了防止船虫破坏木材, 船身都用三层铅板建造, 但其实, 淡水中根本不存在蠕虫, 所以这样的做法属于多此一举, 完全没有必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卡里古拉豪制重金, 在船内打造带有供暖系统的浴室, 一间祈祷室和配备高科技的大房间。 这些船的建造, 可能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吧。 第二位, 贝格尔号 1820年下水的贝格尔号, 是一艘双围帆小型军舰, 英国共有一百艘这样规格的船。 贝格尔号曾经参加过 乔治四世国王的加冕典礼, 此后便收起风帆, 处于闲置状态。 直到1831年, 他被选中执行测量任务, 第二次扬帆起航。 这次航行也让贝格尔号名声大噪, 因为船上同行的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 查尔斯·达尔文。 正是这长达五年的勘探考察, 让达尔文采集到了不同动植物的标本, 并开始思考物种的起源, 最终形成了进化论的诞生, 极大的改变了世界。 这艘立下汉马功劳的军舰, 长度仅仅是27.5米, 宽约7.5米, 船上可以容纳74名船员, 另外还装有七门火炮, 在长途航行时作为防御保护。 虽然当时建造的大多数船舶 都能够横渡大西洋并长距离行驶, 但贝格尔号显然是更胜一筹, 它不仅能从英国起航, 远至加拉帕克斯群岛, 而且在其他探险中, 还成功抵达澳大利亚和巴塔格尼亚, 它既能灵敏地捕捉到最轻微的风, 又能抵御海上的狂风暴雨。 当年贝格尔号完成的撞举, 即使放在现在, 都很少有船只可以与其媲美。 第四位,三讲座战舰 认真看到这里的亲们, 一定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陌生, 没错, 它就是前面所说过的五讲座的鼻祖。 三讲座战舰在古代地中海文明时期相当常见, 是古罗马、古希腊和菲尼基海军的中间力量, 拥有摧毁性军舰之称。 大多数学者认为, 三讲座最先由菲尼基人发现, 每边有三排讲, 每个讲由一名讲手操作。 三讲座战舰在速度、动力、 敏捷度等方面均达到了时代的巅峰, 是帮助海军制胜的强大武器。 虽然原版早已不复存在, 但希腊人在1980年完美复刻了早先雅典的设计, 打造了一艘现代复刻版的三讲座战舰, 奥林匹亚号。 这艘船全长40米, 宽约6米, 最高时速达4公里。 虽然历史学家自认为对三讲座非常了解, 但直到亲眼看到奥林匹亚号, 才让他们真正地感受到当时的造船技术有多么先进。 第三位, 宪法号战舰 宪法号于1797年首次下水投入使用, 现停泊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码头, 是世界上漂浮在水面时间最久的一艘船, 宪法号由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亲自命名, 这艘木壳三维护卫舰长93米, 宽13米, 尽管载有八门小炮和44座用于防御的大炮, 它的最高速度依旧能够达到每小时24公里。 1812年8月英美开战期间, 宪法号成功摧毁了五艘英国军舰, 俘获了无数的商船。 同年12月, 宪法号又在巴西外海与英国军舰HMS Java号相遇, 再次将英军击退。 正是这两场光荣的海战胜利, 确定了宪法号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成为美国海军的旗舰, 并继续带领美军舰队征战地中海和非洲。 在结束其辉煌的服役生涯后, 宪法号在1840年完成了环球航行, 直到1881年才最终退役。 由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907年宪法号又被指定为博物馆船, 以展示其建造的精良程度。 1997年宪法号开启了第一次自航,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军舰和帆船 也都聚集在波士顿港, 庆祝他200岁的生日。 第二位, 安妮女王复仇号。 18世纪是海盗的黄金时期, 他们神出鬼没, 大肆猖獗, 尤其喜欢以加勒比海和美国东海岸 为主要的活动区域, 而海盗中最传奇也是最臭名昭著的, 名叫爱德华帝奇, 江湖外号黑胡子。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恶名, 不仅是因为心狠手辣, 还因为他的战船安妮女王傅仇号。 船的起源并不清楚, 但据信他是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建造的, 最初用作商船使用, 1710年被法国撕掠船队俘获后下水, 并将其改名为协河号, 成为法国海军的护卫舰和奴隶贸易船。 到了1717年, 在他完成第三次奴隶贸易远征准备返航时, 不幸在加勒比海遭遇到了黑胡子和他的船队。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多说, 大家也都能猜到了。 安妮女王复仇号长31米, 宽7.5米, 配有40门大炮, 一次最多可以搭载300名船员, 机动性非常强, 能够轻松击败任何企图攻击他的英国人或是法国人。 虽然黑胡子只使用了不到一年, 但这艘船却为他打下了不少硬仗, 掳获了很多战利品。 1718年5月, 为了逃避被俘, 黑胡子被迫将船搁浅在北凯罗莱纳州的伯夫特湾, 沉船的残骸直到1996年, 才被发现, 现已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记名录。 第一位, 卡蒂萨克号。 卡蒂萨克号1869年, 在苏格兰丹波尔顿建成, 是蒸汽船取代帆船之前, 英国建造的最后一艘飞碱式帆船, 被认为是帆船中的巅峰之作。 卡蒂萨克号创造了包括, 以最短的时间往返于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多项记录。 这艘船长65米, 宽11米, 最高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32公里。 从设计之初起, 它就被赋予了各种最好的属性, 比如, 方形船尾增加了船的浮力, 让船游刃有余地在风浪中前行, 同时保护舵手免遭浪头的拍打, 而圆形的船头则能让船更好地乘风破浪, 并且仅需30名水手, 大大提升的效率。 如今, 卡蒂萨克号停靠于泰晤士河旁的港口, 作为博物馆船供游客参观, 它既代表了整个帆船时代的巅峰, 也是太平洋贸易路线的缩影, 非常值得一看。 您的心中有没有一个航海梦呢? 有没有哪艘船是您所向往的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如果意犹未尽, 也请继续观看我们为您挑选的更多精彩视频。 感谢观看出类拔萃世界之最, 这里分享的绝对不是普通事物, 只看最值得看的。 我们下期再见。